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刚刚的推导已经知道 圈圈不存在的时候 等号的右边绝对不会是1.0分之Q 所以这一点你要知道 好 那你已经知道你的高斯定理以后的话 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它的应用 好 第一个 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熟悉的 是一个球状的 而且是对称的 这个球形而且是对称的 Charge Distribution 好 那我们就看 假设 现在有一团Charge 它是 在一个半径A的球 至于这个球 这个Charge怎么样的 在这个球上面 你就不先不要管它 但是我告诉你 它是一个uniform的分布 所以你知道这个Roe TotalCharge 除上这个小球的Charge 这个体积的话 它是一个constant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方金话说 这边有Q的Charge在这里 那这Q的Charge呢 是uniform分布的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有几个部分 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 这是一个球对称的 所以在空间里面 因为这一团的Charge的存在 空间里面的电厂 跟着改变 那这个改变呢 应该会跟着 这个空间的Charge分布有关 那你现在是一个 uniform的分布 而且是球对称的分布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期待先来看 我的半径R 它是大于A 还有半径R小于A 这样子的两个情况 来看看我的整个的电厂的分布 是怎样子 所以当R大于A的时候呢 你要看它的电厂分布 我已经知道我的高斯肉 你必须要先做一个什么 必须要选择一个高斯面 那你的高斯面要怎么选 因为它是一个球分布 所以你的高斯面 会想到的就是 因为你已经知道 空间的变化 应该跟你这个Charge是相关的 那你会选的高斯面 就是一个球的高斯面 OK 而且这个球的高斯面 它的严心 一定要跟这个Charge的 Distribution的球心同一点 如果你要自己找自己麻烦 闲着没事干 也没关系 你想要这样子取 也是球 但是呢 球心不一样 也可以 OK 这样子你就可以打花掉 一天的时间了 OK 球心要同一个 所以你要告诉人家 你怎么取你的高斯面 我就不写了 这是第一个 一定要告诉人家 你怎么取高斯面 你只说我取一个球形的高斯面 这样够不够 不够 因为你也可以取这样子的球形 你取这样子球形底下的结论 跟这个球形的结论 可能就什么 Final的结论可能是一样 但是中间的过程绝对是什么 不一样 所以你要告诉人家 你怎么取你的高斯面 你要说你取一个球的高斯面 而且球形是跟你的charge 的distribution 的球形是同一点 OK 我不写上去 但是你要自己写上去 好 这是第一个 你要告诉人家的 那你已经知道高斯面在哪里了 以后呢 那就好办了 我就来用我的高斯定理 来处理我的事情 我等一下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天我取的是一个对称性的东西 所以 这个高斯定理啊 对于对称性的 这个charge distribution呢 是特别的有用 不是对称性的 你拿来用它的话 没好处 只是给自己找麻烦而已 就像我们上一堂课讲说 一节导线 那个长子导线的分 那个不是长子导线 长条的那个charge distribution 一半截掉 你那种拿来做高斯定理用的话 你只给自己找麻烦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二重积分 变积分 本来电厂 算电厂只要一重积分 而已 你现在自己去找麻烦 找二重积分 除非你自己是什么 会积分很厉害 那为什么 Cemetery的charge distribution 对它来讲非常好用呢 第一件事情 由于我取了这个高斯面以后 那我知道我的高斯面上面 这个DAR 面积呢 它是 镜像R的方向 全部都是镜像R的方向 全部都是镜像R的方向 这是面积 OK OK 好 那镜像槽位 所以你电厂E dot 这个面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基本上电厂只有在R方向的投影 你现在看到你只算了 电厂在R方向的投影了 好 那我们看到 这里就发挥了一点 今天你取这样的一个高斯面的时候呢 那我这边要把 这个closing surface放进来 我们说在这个高斯面上面的电厂 因为你通通是距离你的球星 都是等距离 而且是对称的 所以在这个面上面的电厂 我虽然不知道多少 但是我知道它大小是相同的 不会因为这个面积而改变 OK 所以你要跟他去积分 他本来就是一个constant 所以我知道它是一个constant 我就可以提出积分号外面 如果你要取这样子 你就不会有这种优待 因为这上面的电厂 距离这个中心全部通通是什么 不一样的距离 OK 所以你今天因为你取了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 ER是定值 把它拿到积分号外面来 一拿出来以后 我直接去算它的面积 那一个球的面积 我已经知道是四盘打平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做微积分的二重积分 我就得出结果来 但是如果你是取这样子 对不起 这个是不等于它的 你就完全不能说 我ER是定值把它拿出来外面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刚刚第一件事情是 宣示你的高丝面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宣示 我就告诉你 你后面的东西是错的 因为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这样取还是这样取 你能够了解吗 不同的假设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在这个电池学上面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你已经知道 高丝定理的等号的左边 Left hand side 左边 那又是呢 它是等于1.0分之Q inside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全部的高丝面 里面包围的total的charge 你知道Q charge inside 就是大Q 所以左是跟右是一相等以后 4πr平方 就等于1.0分之Q 可以ER 又等于4π 1.0分之1 r平方分之Q ER你就算出来了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我只告诉你ER4 这么多 我也没有告诉你 这上面的电场 还有5方向 其他 这个平行 这个高丝面上面的 就是跟这个面上面 我只告诉你了说 我知道这个R的方向 所以高丝定理并不是万能的 现在它只算出来了 R方向的场 就是第一个 那至于 我说 平行surface上面的 这个场 等于多少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高纯surface 那我说 这个场啊 我说 现在我已经知道 假设我的场 1 我是应该可以分为 1R的方向 也可以把它分为 平行 平于这个surface上面 那到底这个分量 到底是多少呢 我跟你讲 是等于零 为什么 为什么等于零 因为它的对称式 主要的是 你里面的charge distribution 是一个球对正的 所以 今天 你记 你想要有 这个方向的 电场的时候 那为什么 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我都是对称啊 为什么不保这里 对不对 为什么不保这里 为什么不保 对 对这个 对称轴来讲的话 你看到的 这个周围的charge distribution 是什么 对称分布的 所以 你 你是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来讲 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一平行 一定是等定的 它不可能去偏向来 假设 你的charge distribution 在这里 你就不能有这种假设 不能有这种结论了 因为为什么 在这一点上面 你的平行方向 是这个 平行方向 是这个 就不一样了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 是不一样的 对它来讲 它不是平行轴的 不是这个对称轴的什么 垂直面 的上面的 这个分量 所以为什么 这个样子的 高新distribution 是一个不好的 高新service 是一个不好的 所以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的电厂 E final的结果 就是4π 1九零分之 R平方分之Q 这是R大A的情况 好 好 R小A呢 各位同学 不要看 老师花了那么多时间 告诉你 这么多的步骤 一个一个的步骤 好 你觉得 为什么要讲这个 不是一项都是在 这个高中里面 就是4π R平方 1等于 这个 1九零分之Q 1就等于4π R平方分之Q 你们一项都是这样写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东西换了 你就全部通通不对了 因为 里面你没有物理 意义在那里面 OK 所以你实时 从 这一步到这一步 里面太多的观念在里面 第一个是 R的component 第二个是 它是constant OK 然后你的高丝面 怎么取 这些都是物理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把每一个概念都要把握住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R小A的部分 R小A的部分呢 我现在把我的这个charge distribution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这是我的charge distribution OK 它拌进A 同样的 我要取的高丝面 一样的是以charge distribution的球星为球星 做一个球上的高丝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球状的高丝面上面 我们的面积Ds 就是进向R的方向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 我现在 我的高丝 定理 E.ds的部分 现在 你的E D.ds是Ds的R 所以我只剩下 ER的方向 是我可以计算得到的 然后D.ds 做法跟刚刚是一样 由于我取的是一个对称 所以我的ER我可以把它拿到外面来 这个完全是因为对称性 我才能够这样子来做 它是一个定值 所以我们看到 E.ds 是等于ER DS 那也就等于ER乘上4%R平方 因为你的DS 就是你的 这个高星surface 半径R 在球面的部分 好 这是 这个 左四的部分 那又是呢 又是告诉我们 是190分子Q 因3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内部的电荷是等于多少 今天的内部电荷 所对应 就是这里的charge 这里的charge 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constant 所以 在R等于constant的情况之下 里面的charge 就是等于3分之4 pi R 三次方 OK 假设 你今天都不等于constant的话 那你就要去把什么 内部有多少charge 把它什么 计算出来 所以我可以用任何的问题来考你们 或者让你们去计算 我就说R是等于1 OK C乘上R好了 随着半径 越来什么 那个密度越重 或者的情况之下 那就不一样的问题了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就等于1 小零分之1 周的话是等于Q除上3分之4 piA三次方 乘上3分之4的piR三次方 所以你知道 右四就等于3分之1 这个消掉 就等于1小零分之QRF A三方分之R三次方 那左四跟右四 1R 就等于4piR平方 分之1 乘上1小零分之QA A三方分之R三 OK 你把左四跟右四 合并起来的时候 你就次可以得到 那R R消掉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等于4pi 1小零分之1 A三分之4分之QRF 那同样的 这个电场1平行surface 那它是等于0 OK 也是因为 跟这个 相关系的 这边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要把它变成平行也可以 要把它normal也可以 或者你这边你就直接说 我是normal surface的话 那这个就是normal也可以 所以 但你知道的就是说 等于这个是normal 它跟surface的方向 把向量加进去 那你就是知道说 它是跟这个surface normal surface的方向是近向朝外 OK 所以你要平行过垂直的部分 你要在这个图上定义好 如果那边你是normal 你这边也就是normal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是这样子的桥线的情况之下 1就变成是4pi 一小零分之1 A三是方零分之QR 近向R的方向 换句话说 我们把我们的电场 对R 距离R 来做图的话 在 R小于A 的里面 它是随着R增加 当R大于A的时候 它是随着R的平方 Decay的情况 所以在R 等于A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R 就是电场 inside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是等于4pi 一小零分之1 R带A 就变成A平方分之Q OK 那从outside逼近 那你就等于4pi一小零 A平方分之Q 所以你知道这两个是什么 continuous 所以这边 就是等于4pi一小零 A平方分之Q 非常清楚的 看到电场的一个 这个连续性的部分 所以有没有问题 他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上次已经给一个题目了嘛 我们就给一个 你们Homework 第二组好了 第二组好了 这是第二组的 我说 一样的charge distribution 我的zol 随着我的R 那它是等于C 那我要算电场 OK 好 好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 这个 长条柱状的charge的分布 OK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外面的电场跟距离的关系是什么 嗯 多少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它跟什么 距离的几次方乘比例 啊 一次方 一次方乘比例 还是一次方分之一乘比例 有没有人知道 你们算出来的之前的电场是多少 嗯 什么 跟什么 对 跟自己的一次方乘比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 我说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无重远的导线 好 那 我要做一个高湿面 这个高湿面呢 因为它的对称性 我今天不能做盐的高湿面 我做盐的高湿面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是做盐柱形的高湿面 对我就有好处了 因为做了盐柱形的高湿面的时候 你把我的圆柱形的高湿面 你把我的圆柱形的高湿面 在我的charge line上 就是整个 这就是我的对称种 这就是我的对称种 要有一个对称性 所以你这个 要把它放在你的什么 对称轴上面 好 那第一个 你告诉人家你的高湿面以后 那接着 我们就针对这个高湿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高湿面呢 一共有三个面 一个 这如果是记忆方向 还有上面 DS1 下面 DS2 然后侧面 DS3 那我们可以看到 DS1 它是Z方向 它是Z DS3 它是负Z的方向 OK 那 对不起 DS2是负Z的方向 那DS3呢 在我们圆柱形的时候 你如果 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 做物理问题里面的话 或者是你做数学问题的时候的话呢 那某一点 那某一点 P点 它的坐标是SYZ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用 R C CTA FY 这是球坐标 球坐标 R是哪里呢 R就是这一个 CTA呢 CTA就是这一个角 它跟Z走的夹角 然后你把这一点投影到SY平面上面 这个就是FY加 OK 这是 这个 球坐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 R其实就是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的Ki 2分之2 CTA就是等于 cosCTA就是等于R分之Z 然后 Ten of Phi呢 就是等于X分之Y OK 这是圆柱 这个球坐标 那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的表示方法 它是Z Z Phi Z 同样一点 我用Z Phi Z来表示 这是 圆柱坐标系统 那Z Phi Z怎么表示呢 Phi Z是什么 Z 你把它投影到SY平面上面 再过来 这个就是你的Z 所以Z Z是等于多少 Z Z是等于X平方加Y平方的Ki 更好 OK 换句话说 Z Z是什么 Z Z就是这个圆柱坐标的圆柱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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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得不是很好 因為這個部分 所以應該要跟它平息 那有沒有問題 都知道了嗎 這是你的圓柱的半徑 那phi呢 就是這個phi 所以phi 一樣的就是octana的x分之y z呢 就是圓柱syz的z 你也可以表示這一點的位置 可以現在就變成是說 好 我從中心軸 朝外 zo 然後呢 它的phi角是到哪裡 然後z在哪裡 就跑出來z點的位置 p點的位置 那球座標呢 球座標又是 鏡像朝外 然後鏡像朝外有這麼多啊 所以它的cta是多少 就是跟著這個z軸的cta是多少 那cta一樣的就是一個cone對不對 cta一樣的 鏡像朝外cta一樣的就是一個cone對不對 一個那個 田田圈的cone 所以你現在cta一樣的話 你要怎樣找到哪一點才是你的phi 你cta一樣然後你就對應出來 好 你的phi角是多少 你就炒出p點了 所以同樣的情況 OK 我們現在我們 就是一個 你要用的 你用syz對你 沒有什麼好處 你用的方向 這個就是等於dx 然後它的方向就是r方向 現在知道r方向了 r方向就是 沿著 沿著的對稱軸 r增加的方向 就是r方向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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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了 我們說 你把面積的方向找出來以後 你的電廠 電廠的部分 一定是跟著你的座標系統去分你的component 去分你的component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三個component其實都是垂直的 你看z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phi的方向 phi的方向是 所謂phi的方向是哪個方向 phi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 z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zo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所以你實際上是這樣子 所以你實際上是這樣子 phi z 三個是垂直的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我們看到了 這三個面 e.ds 你現在要對這個surface 是一個closing surface 還有 第一個 第一個是e1.ds1 加上e2.ds2 同學要記得 dot要寫 向量要寫 加上e3.ds3 就是這個上面 e要dot 這個上面的e跟這個面積dot 側面也要dot 三個component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closing surface 分了三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 好 我看到的是 e1跟ds1 去dot以後 ds1是zcomponent 所以他只剩下 rho.z是等於0 phi.z也是等於 只剩下e zcomponent ok 然後呢 e2 跟ds2 dot的話 這個component跟他dot是等於0 他跟他dot也等於 他跟他dot 所以zcomponent 所以zcomponent 再來 drho.z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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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來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問題 他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其實是 第二項是有一個負號 因為他是有一個負號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個是負號 好 好那我們現在我們再來看一個 我說 你說在這上面的flash跟倉過這裡的flash 通過這個面的flash跟通過這個面的flash是什麼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為這個surface是 因為這個surface是朝上 這個surface是朝下 ok 所以實際上你這個就是在算通過 the s1面的flash 這個就是在算通過 the s2面的flash 好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所以你這兩個加起來 它是等於 只剩下這一下 而已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等於 e3z ds3 e3z 在這個surface上面 你現在看到為什麼我們剛剛說我們的 高新surface要最秤手要在charge line上面 今天就是因為 我希望在這個面上面的 這個電廠全部是什麼 constant 全部通通是一樣的 只要在它的 這個 半徑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它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surface上面的電廠是一樣 它是constant我就可以 提出來積分化外面 那我就可以吧 e3z 比s3 那了解了嗎 那接著你就要算這個而已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這算出來的話 側面積 2π r 乘上 L 2π 乘上 就是你的側面積了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在 我們在高市定理的 左邊的部分 積分結果 出來的 那右邊呢 右邊是等於 1190 分之Q Q是inside 在這內部的 Total charge 是多少呢 Total charge就是 我說 這個的 的限密度 Line charge density OK 換句話說 Total charge就是把 Charge density 乘上它的長度 全部的底劑值 Total charge density 是定值 所以 你知道它是等於 這個高市 面你取的長度是L 你就知道是L 換句話說 我們知道 1 3z 就等於 2π 乘 L分之 1小0分之λ l消掉 就變成 2π 1小0 分之1 R 0分之λ 這就是什麼 你跟 這個Line charge的距離 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平常我們 把這裡面的 電場 鏡像朝外的場 1 就是表示成 2π 1小0分之1 ρ分之λ 它的方向就是ρ的方向 這個 跟我們在上一堂課講 一點一點點把它機出來 是什麼 一模一樣的 那有問題嗎 OK 同學們能夠 把那個簽到一下 哪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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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兩個方向 為什麼 怎樣 這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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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它是 通量 反 一個 因為它變長 就是 它變長的 這個方向 就是 像外 那它的 裡面 本來就沒有 對 但是你還沒算出來 以前你不知道 你還沒算出來以前你不知道 它的電廠是在躺在這裡的啊 也許有電廠 反正你是什麼電廠沒有關係 你的電廠什麼形式我都不管 反正 電廠如果是這樣的形式都不管 但是我知道的是 在這邊的電廠跟在這邊的電廠沒什麼差別 因為它是什麼 無窮長的 OK 一邊你是要算 它的通量是超 一邊是要面積是超 這邊的 所以進去的通量跟出來的通量 通量是一樣 你現在 算完了以後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東西是零 這個也是零 OK 但是你還沒算出來以前 不知道 它沒有問題